全台知名YouTuber超哥 即推出连锁炸鸡店超派炸鸡之后 再度进军餐饮界 预计月底开幕的日式餐厅超家族海鲜锦饭现已完成装修 将为民众带来日本街头的居酒屋体验 这次的新闻未能完全赢得网友们的赞赏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之后 超哥从YouTuberToys曝光起炸鸡店废油事件中稍微平息 随即投身日式餐饮市场 那次的废油事件造成了大量网友的不满 不只是有人呼吁抵制和拒买 超哥也迅速对外道歉 即便如此 超哥仍然秉持着对餐饮的热情 决定推出新的日式餐厅品牌 近日 YouTube频道和粉砖超派人生 发布了餐厅内部装潢的影片 从影片中可见 该餐厅设计仿照日本街头的居酒屋 整体以木质元素为主 天花板上悬挂着传统的日式纸散和红白相间的灯笼 营造出浓厚的日本风情 另外 餐厅内部的装修已经完成 并计划于月底正式对外营业 尽管如此 许多网友对于超哥此次的商业策略仍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有人嘲讽地说 超派 一指超哥是否考虑过此时的形象风波 还有网友开玩笑道 做日式的也好 至少用不到游 也没有游可以到更有人戏称 推机又要来了吗 对于新店的名称超甲族海鲜警犯 也有网友表达出疑惑 不太确定其背后的命名理念 总的来说 超哥这次的新计划充满了挑战和机会 面对前一次的风波 他能否借此重振旗鼓 证明自己在餐饮界的眼光和经营能力 仍带时间证明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e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